第30題 下表示 甲乙兩代電體的電量電信及距離的不同組合關係 則哪一選項的組合 兩代電體之間的靜電力最大 靜電力 庫輪作用力 它會跟電量乘積乘正比 跟距離平方乘反比 我們不用管它的電量的正跟負 因為那個只會跟相熄跟相似有關 與大小無關 所以呢 A就是我們的4乘5 電量乘積乘正比 距離平方3的平方 也就是9分之20 那麼我們的B就是我們的2乘以3 除以12的平方 那麼又是144分之6 那麼再來就是C就是3乘以4除以9的平方 也就是我們 811分之12 那麼我們的珠呢 就是1乘以3 除以7的平方 就是349分之3 那雖然我們並沒有認真努力的算 但是我們從分子跟分母的大小關係 就會看得出來 我們的分子最大的是A 我們的分母最小的也是A 所以A算出來一定是最大的 所以第30題問我們說 則哪一選項的組合 兩代電體之間的靜電力最大 我們答案選的是A 假物體電量負式庫輪 以物體電量乘5庫輪 兩物體的距離 3公分 以及接cell物體電量負式庫輪